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晶 好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台股目前的表現 台股呢 其實現在呢 漲了59.2點 指數來到 16720.56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亞洲主要的股市呢 哦 今天都漲哦 日經二五指數呢 上漲了238.73點 漲幅是0.87% 小小恒生指數呢 上漲了192.31點 漲幅是0.75% 上海綜合指數呢 上漲了19.35點 漲幅是0.56% 深圳綜合指數呢 是上漲了54.35點 漲幅是0.38% 我來看一下韓國啊 韓國的綜合指數呢 是漲了27.24點 漲幅是0.87% 為什麼看一下韓國呢 因為呢 我覺得韓國呢 實在是一個非常 民風強悍的國家啊 跟韓國比起來 台灣實在是太順民了啊 韓國的 因為莫德納呢 缺貨啊 莫德納在 他的實驗室啊 有一個實驗室出了問題 就他們合作的啊 就是非美國本土的 他外面的那個實驗室 設計上面出了一個問題 結果造成他全球呢 大缺貨啊 嗯 雖然說現在的這個問題呢 已經處理好了啊 但是呢 缺貨就是已經既定事實 所以韓國呢 派了次長幾等 四位官員呢 跑去莫德納的總場呢 去催貨啊 那莫德納呢 也承諾 也承諾就好好好 我們會趕快趕快 趕快交貨啊 然後呢 呃 九月的貨呢 也會提前到啊 呃 即便是如此呢 韓國的民眾呢 還是非常的不滿意啊 覺得說這個都 你們去的幹嘛 怎麼講話 拿到一個道 道歉 那實際上到底怎麼樣啊 呃 他們對他的不滿意呢 就會繼續往下看啊 那台灣都不會 我們這麼的 我們一整個 一整個順民啊 大家都好順喔 嗯 政府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做啊 然後乖乖的 嗯去 乖乖的去忍受啊 嗯 疫苗真的是不夠的情形 然後稍有批評呢 呃就說 這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防疫呢 真的要團結 真的要團結啊 這樣吵鬧是不行的啊 嗯而且呢 也不只我們缺貨啊 大家都缺貨啊 大家都缺貨啊 莫名其妙了 這個呃 我們呢 人家都超定很多耶 人家都是定的是超過他們呃 民眾的 人數耶 啊 呃 而且他們是每一種疫苗 都定很多耶 呵呵 每種疫苗都很定很多 我有一次聽到 呃 有一位民進黨的這個立委 他在節目上面講說 不可能啊 現實上面不可能 那我們每一個總疫苗 都要超定嗎 這樣子也不合理 怎麼不合理 那這樣其他國家定的都不合理 通通不合理 日本也不合理 韓國也也不合理 新加坡也不合理 美國也不合理 加拿大也不合理 大家通通不合理 就是你定貨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子定的嘛 那我們呢 一方面呢 定的非常的少 非常的保守啊 嗯 AZ 1000萬 然後莫德納呢 505萬 然後再從科威斯得到400多萬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我們就是指定 呃 台灣的這個人數呢 就是六成說過劑疫苗啊 然後呢 他就再加上 就再加上 嗯 不知道未來的高端啊 兩個 各500 然後再開口 再各500 就是2000萬劑啊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 這樣是夠了 然後高端呢 他 他就是三期沒有做啊 所以很明顯的啊 在三期沒有做的時候 那他的保護力 他沒有做嘛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的保護力 然後 嗯 我們呢 也半天呢 不催 不去催那個國際疫苗 嗯 跟這個呃 陳時中講 他說啊 我們要看看別人的效果怎麼樣 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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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們的 這個陳部長呢 非常的尊貴啊 就是 呃 定的少 啊 不催貨 然後呢 完全的呢 就是要大家呢 順時中的團結 蔡英文也是 啊每次呢 一講到什麼的時候呢 就說團結防疫 團結防疫 最妙的就是說 因為你就是養了 養出了一群順民 所以他們這日子呢 真的是太好過了啊 你看韓國 韓國的民眾 就是對政府的要求 這是基本的嘛 對啊 那你一方面呢 在那邊講說 我們要加快這個普遍這個施打率 你根本沒有疫苗施打什麼 然後還說什麼 那就把那個呃 快打戰 就撤銷幾個就好了 這是這是這是莫名其妙 這太好笑了 你就看不到 你看不到就 看不到 你看不到呢 就不會反映出民眾恐慌 真的就是 他就是把他的頭 就是埋在這個沙堆裡面啊 這已經不是 這已經 這已經不是 你說那種國王的新衣呢 是國王呢 心甘情願的呢 呃 被這個 寧承來這個欺騙 他是 他是明擺著叫大家 明擺著這個告訴大家 我們大家一起把頭埋到沙 沙堆裡去吧 反正我們就看不到 那麼多的這個戰 然後呢 大家不要那麼著忙著去施打 然後呢 那我們就忘掉 其實我們疫苗不夠 然後你很急切要打這個疫苗的心情吧 我們就不要看就不要看就好了啊 這是很很奇特的政府啊 這麼奇特的一個政府 這麼糟糕的政府 這麼爛的一個 一個防疫團隊 蔡英文的民調還會高 欸真的是 為什麼台灣民眾那麼順啊 我們為什麼這麼一群這個順民啊 真是太奇怪了啊 然後呢 嗯 他在 陳忠在對這個聯亞這個事情上呢 是非常的糟糕 就是說 他 下午才這個EUA啊 然後你早上呢 就在接受廣播訪問的時候 大肆的這個宣傳說 哦他已經有兩百兩百萬劑了 那個量很穩定啊 就是你 你這讓他的股價這樣拉抬 然後 嗯 到了下午之後呢 他又 他又沒有過 啊 這個是 他真的 這今晚會應該要查他 這不是炒作嗎 這是公然的炒作 這太這太奇怪了啊 好 然後呢 嗯 到今天 然後高端 高端他 嗯 到目前為止 呃 預約這個高端的人 就我們的人口比例來講 是真的還蠻有限的啦 哈 可是呢 我覺得他會對於 在我們疫苗缺乏的情形之下啊 嗯 對於一些必須打疫苗才能夠上班的民眾呢 嗯 造成很大很大的壓力啊 像嗯 很多嗯 補習班啦 啊 嗯 老師啦 那他們都會 就是他們會要求 就是說家長或什麼的會要求 就啊希望你打過疫苗 我就希望那否則的話你就要一直不停的去篩檢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好幾次了啊 就快篩真的還蠻貴的啊 嗯 嗯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覺得這些人真的他的權益呢 是受到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傷害的啊 我不想打高端 變成不行了啊 那現在呢 嗯 指揮中心的登記是說 到昨天下午5點的時候 將近40萬人完成預約接種高端 嗯 佔符合 呃 呃 资格者65%啊 嗯 嗯 然後呢 嗯 我是不知道你去預約啦 也不見得會打啦 也不見得是說 預約的到時候不見得真的去打啊 嗯 真的是很希望說 呃一個沒有做過呃三期 人體實驗的這個疫苗 因為你不知道他的保護力是怎麼樣啊 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打啦 但是如果說呢 迫於無奈 你真的去打的話 哦 實在是蠻 實在是 現在是蠻無奈的哈 只能祝福這個平安了啊 嗯 哎如果說你真的是基於 基於那個 愛台灣 然後呢 愛台產啊 愛台產疫苗 愛這個被民進黨呵護長大的黨產疫苗高端的話 那這就是您自己的選擇了哈 呃 祝你祝你幸福哈 祝你平安好 然後呢 呃高端呢也很妙 高端呢 他在對於65歲以上的 因為他缺乏這方面的資料哈 那缺乏這方面的呃實驗啊 缺乏這方面的這個數據 所以呢 他的保護力呢 只是65歲以下 64歲 剛剛好就是我們蔡英文總統的年紀啊 他就64 哈哈 他就是64歲 怎麼那麼完美的量量身打造呢 然後呢 他到底呢 要不要開放未滿16歲呃的民眾呢 來打 嗯 他們下午才要宣布 唉 這個疫苗 這個疫苗 很糟糕欸 哎呀 嗯 沒有做三期 然後呢 保護力不知道 然後對於 嗯 民眾到底能夠產生多少的 就是一個很 一個你一個缺乏 因為你的實驗就是不完整哈 缺乏所有這個數據 出發一個可信數據 然後看起來就是為他量身 呃打造的這個疫苗呢 現在就要讓民眾來施打了啊 嗯 我覺得這個政府真的是好大大 實在是膽子實在太大了啊 好 然後另外的一個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小話題啦 因為呢 就是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 我是為什麼說它是一個小話題 對國民黨的事情 呃來講 當然是大事啊 可是就呃整個的 嗯 氣氛來說的話 其實 這個國民黨的選舉 真的沒有 呃引起太多的 引起太多的關注的原因啊 就在於是 我覺得這個 這兩位 這兩位呢 被認為是比較實力人物的 這個黨主席啊 就朱立倫也好 或者是 現任的江啟成也好 他們很可惜啊 就說他們呢 其實呢 應該要透過這一次的 呃黨主席選舉 把呃 民眾對於 國民黨的 那個熱情在喚起來 但沒有啊 因為這就是小範圍選舉的 這個問題 還有牽涉到這個候選人 他們本身呢 對於整個大環境的氣候的敏感度啊 兩相衝擊起來的 因為黨內的小範圍選舉嘛 他要的就還是黨員票啊 所以那個黨員票呢 黃福星系統呢 占了很大的一塊啊 所以呢 在黨內選舉的時候呢 他們這些呢 就是一定要是 往這個 呃往這個 扎扎實實的這個票 票倉去經營啊 黃福星的票 派系的票啊 然後各個這個 各縣市裡面呢 呃這些 他們所能夠掌握到 我講的那個是實際上的票 那個票就是要去算的 因為沒沒沒 沒幾十萬嘛 呃沒 是三是三十多萬是不是 就這樣 沒幾十萬的票 那你那個票 要把他們投出來的時候 那個空氣 就是說 呃外面的氣候怎麼樣 反而不這麼的重要 就對於候選人來講 但我說這就是很可惜的哈 就是說 他們應該要透過這次的 呃競選呢 把 呃炒熱起來 就是說為什麼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民進黨做的這麼爛 哈 然後呢 那麼的糟糕 可是國民黨的支持度呢 還是在 還是在這個 我喝一口水 不是我喝一口咖啡 好對不起 就國民黨支持度呢 還是在那邊 要死不活的喘息著啊 呃 嗯 那呃在前面 就是在疫情起來之前的時候 呃公投弄的還不錯 然後之後呢就沒有了 就是說 國民黨為什麼會 讓人家覺得 就軟假欸 就是很沒用 軟趴趴的啊 呃你在對抗 這麼霸道無理的政府的時候 你一招都沒有啊 你就是沒有 你對他們就不怕你 然後你所有的策略呢 他都呃都不奏效啊 然後所以民眾當然對這個國民黨失望啊 那在這種情之下的話 你們今天兩個人呃 呃江啟成跟朱立倫 你們就應該要透過這次的選舉 的時候 讓 不管是辯論也好 不管是呃 線上的啊 線上的去讓這個所有的啊 不同的團體來參與也好 就是你要創造這個話題 你要創造這個話題呢 讓大家呢呃 對於國民黨呢 能注意到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 注意到呃國民黨呢 他到底在在未來 要在這個國家呢呃 呃呃 代言什麼樣的角色 為什麼你們現在對抗這個民進黨 這麼的軟弱無力 那是因為民進黨阿巴嗎 還是因為怎麼樣呢 就是被罵也好 就是被罵你要有 你被批評 你也要有反駁的能力 那他們都沒有啦 哈他們都在那邊講 就講那些很空洞的 就在說呃呃 我要這個 特別是江啟成 我覺得他真妙 他在接受TVBS訪問的時候呢 他說 我不排斥江 我不排斥這個呃呃 呃呃 習江會啊 就說 他不排斥習江會 這個話大家都可以講齁 但問題是 就是你連人家 你連人家的 不管是說黨慶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好 你都不會 你都不發賀電哈 然後你自己當選的時候 人家呢 也不也不發賀電來哈 你們連平常的呃 交往的基礎都沒有了 啊交往的基礎 在你的時候呢 就斷掉了 好因為你怕嘛 你怕這個 因為江啟成他怕 他怕跟這個呃 大陸方面呢 有任何的這個接觸 即便是這種呃賀電來賀電去的這東西 也都會被民進黨好 罵成說啊 你看這個就是投降啊 這就是舔共 這就是中共同僚 所以他什麼都不敢做 他什麼都不敢做 然後他提出一個憲法 憲法共識是不是 是不是九二共識 他叫做憲法共識還是什麼的啊 你這個你這個東西跟跟那個呃 謝長廷那時候的有什麼差別 沒有什麼差別啊 但是呢 你有沒有能夠解決你現在 所面對到的你的九二共識 被蔡英文他們霧名化的一國兩制問題 沒有啊 啊那你現在在選舉的時候呢 為了要讓 因為黨內選舉嘛 黨內選舉呢 可能還是比較大多數的人 還是支持這個九二共識的 所以呢呃 他們對於你江啟成的過去呢 怕來怕去 然後沒有辦法跟呃 中國大陸對話把一個呢 就是說兩岸關係 其實我覺得原本應該就是 國民黨資產的 但是呢這群人呢就完全的沒有論述的能力 完全沒有辯論的能力 完全沒有操作的能力 把它變成是一個沉重的負債 而江啟成呢 抱著這個負債的這個東西呢 越來越退縮 越來越退縮 什麼都不敢做 然後這時候這個選舉的時候 突然說 哦我要這江啟會 那誰跟你談啊 那好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呢 回來非碟午餐的現場呢 我們來談阿富汗的問題 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非碟午餐 我是尹乃清 好我們接下來呢 來聊這個阿富汗的問題啊 我們先談呃國內啊 民進黨的立院黨團呢 今天舉行一個我覺得非常神奇的一個記者會呢 他們的記者會是要怎麼樣呢 他們說啊哎這個藍營人士的言論呢 呃對於台灣的國際和外交形象造成負面的影響 好因為呢嗯包括就是有關阿富汗的問題啦 他從這個中華董事長趙少康 前外交部長歐宏鏈等藍營為士藍營人士 以此作為台灣借鏡 並表示美國拋棄朋友 不是第一次美國不可靠不可信任 所以呢他們呢就舉行了記者會 說這個藍營人士的言論呢 對於台灣的國際和外交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國民黨主席參選朱立倫 江啟成應該出面表態 究竟認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好來了哈 這個呃 劉士芳他們的幹事長說 面對內憂萬害 全體人民應該團結一致 台灣容許不同聲音言論自由 但如果用詆毀內亂方式 詆毀政府非常不可取 好台灣本來就不是阿芬海 民主自由偏向掉下來禮物 不希望趙康一直說要擁抱誰的大腿 這不是成熟公民應該用的言論 我等一下再一個一個來講哈 然後羅智正呢 呃他們是書記長 他說美國可不可靠 當然很多人會表示問號 但趙康歐侯廉不斷強調美國不可靠 卻忽略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是明顯巨大的 把敵人跟朋友混在一起 對藍營重要人士這樣的說法 前中馬英九說類比不對 江啟成諸人卻免出面駁斥 希望出來表態哈 第一個好 我要先說這個馬英九 還有這個呃 林玉芳 他們這個智庫呢 昨天開呃 開這個呃討論會嘛 就說呃台灣不是阿富汗 廢話 台灣當然不是阿富汗了 也沒有人講台灣台灣就是阿富汗 包括趙少康 包括歐宏鏈部長 你們去看他們的這個言論 他他們就是 就說這些這些人自己腦筋不清楚 然後呢不知道人家在比喻什麼哈 就是在說台灣要就是阿富汗是台灣的前車之間 美國拋棄了阿富汗 然後呢美國呢在拋棄阿富汗之前的時候呢 對阿富汗的這個承諾呢也是非常的堅定的啊 包括這個呃布林肯啊 他在這個呃美國呢已經決定要撤軍這個阿富汗之後呢 他呢跑到這個阿富汗去就見了後來已經 現在後來不就跑掉了嗎 見了當時的阿富汗的呃總統啊干尼 他對呃干尼這個強調說這個雖然呢我們是撤軍了哈 但是啊但是但是但是 我們對於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和安全的這個承諾啊 阿富汗人民承諾呢是非常的強壯的 而且我們我們呢是堅強的 而且呢我們不會呢撤掉啊我們不會撤掉 在阿富汗的大使館哈 他就他就這麼他們就是這樣講啊 布林肯跟那個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林就告訴這個賈尼哈 他們呢是對他們的這個穩定啊和這個呃穩定 他是堅定是非常非常支持我們會maintaining啊 會維持一個strong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of 阿富汗就是我會去維持一個非常強的給給你們哈 而且當你們在面對塔利班的時候呢我們會如何如何的支持你們哈 然後呢8月14號呢布林肯呢還告訴這個呃呃呃呃 告訴這個賈尼總統哈 呃美國呢他的承諾就是一個strong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fghanistan and our continuing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就是我对你的人民帝 通通都强烈支持 你看这是8月10号才讲 讲完之后呢 他们就撤了 不但大使馆也撤了 什么什么通通都撤了 所以就说 我们就是在强调的就是 台湾要小心啊 就是阿富 美国对于阿富汗的这个承诺 也是坚若磐石啊 就是这个一翻脸 一翻脸 他就是照顾了美国的利益了嘛 不是这样子吗 好 那所以呢 马英九呢 因为是人家就去 堵麦去就问他 就说台湾呢 就是记者 记者也是 记者也是 记者也是呢 脑心不清楚 台湾是不是阿富汗 台湾把台湾跟阿富汗比你 废话 台湾当然不是阿富汗呢 也没有人这样讲啊 这些人的脑袋不清楚 好 然后呢 就呃 就这个民进党来讲 这个真的太可笑了 这真的是太可笑了 这个呃 刘世芳说 不希望赵少康一直说要拥抱谁大谁的大腿 这个可不是 这可不是赵少康先说的 这是这是邱逸仁先说的啊 邱逸仁那时候呢 在2000年的时候呢 呃民进党呢 第一次这个呃执政的时候呢 他就 他们的政策很简单啊 就是报就是警报美国大腿啊 这是邱逸仁说的 这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的 好 然后呢 台湾呢 本来就不是阿富汗 阿富汗 然后他讲说 全体人民呢 应该团结一致 台湾容许不同声音员 但是用诋毁内乱的方式 这就要叫做内乱了吗 那呃 如果说批评 批评美国 批评美国 就会对于呃台湾的国际形象 遭遇到这个错 错伤的话呢 啊 是不是这样 他是他们的意思是这样 就批评美国 呃 就会让台湾的国际形象 遭遇到 这个呃 造成负面影响 国际和外交形象 造成负面影响 哇 那这样子不得了了 德国的总统 不是一样批评美国吗 这个呃 呃 江森 就是英国的首相江森 他也在批评美国啊 北约 什么大家都爱 法国大家都爱批评美国 美国这样做很糟糕啊 你这样做非常非常的糟糕 你这样子呢 呃 就是气 这个在过去的20年的期间 相信美国 相信北约 啊 相信这些呃 外国的这个势力 啊 能够呢 给这个阿富汗 带来民主 和平 的 的这些的民众 你就是背弃他们了吗 你们匆匆忙忙的走 啊 匆匆忙忙的走 然后呢 也没有做好所有的这些撤侨的准备 美国很糟糕哦 他不仅呢 是说 在这个军事情报上面的这个误判 哈 我觉得误判这件事情呢 是 我觉得误判这件事情呢 是 很难以 很难以 就说 当这个苏利文啊 啊 和这个布林肯呢 特别是苏利文就说 他是国安 他是呃拜登的国安顾问啊 他说 这一切的这种错误是一直是呈现到 这情报的不准 是一直呈到的总统的桌上 那个都不准 就说 他们对于塔利班的这个实力啊 原本是一年半 然后来到一年 后来到半年 啊 就说 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军呢 能够抵抗的这个时间 从最早的一年半到 一年半年 啊 到最后呢 崔库拉朽四个礼拜就 就全完了啊 就全部就完蛋了 这么快的这个时间之内 他说是情报错误判断 我 不是那么的相信的原因 是因为 我认为 是因为拜登呢 已经决定要撤军了 啊 然后呢 这个军方呢 这个是他们系统性的失灵 这个失灵呢 是非常的严重的 就是当你已经决定要撤军 你已经决定呢 就是呢 要赶着走的 这个时候呢 啊 所有的 跟你的撤军的方向 违背的讯息 他就进不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啊 而且因为美国的军方呢 向来就是一直反对撤军的嘛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们有没有对于相关的刑事 做出正确的研判 而且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在于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呃 美国仓促的这个撤军 都没有给 呃 他们在当地啊 就是为美国 为阿富汗政府工作的啊 为美国工作的啊 不管是说是阿富汗人 或者是说呃 美国人啊 因为那天我们有提到嘛 就是有很多的承包商啊 就美国人 他们在那边修飞机啊 等等这些人 他们都没有充足的时间离开 还有很多德国人也在那边 还有很多北约的 或是相关的 就是你在那边待了20年耶 你就会是在很多地方呢 你都会有去协助 呃协助你 协助你这个呃 亲美的阿富汗政府 服务的阿富汗人嘛 你这些人都没有办法 把他呃 这个撤走 都没有做好这个呃 这个计划 而且呢 在这种 这种事情上面 当然就是要紧急的来办理啊 啊 结果我看那个美国的报纸报导 他们竟然还在为了签证啊 各方面的程序呢 在那边呢 纠缠来纠缠去啊 这简直是开玩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府啊 而且呢 这个更可笑的是说 这个政府 他们都不是新人耶 他们都是老人耶 嗯 他们都是不就 要不然就是之前的时候 在奥巴马政府做事的 说是更早的时候 在克林顿政府实在就有做事的 军方的系统就更别说了 他们就是 就是这一个系统 特别是在 呃 特别是在 整个属于作战部队的 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不 并不是 并不是从天空上面掉下来的 一个拜登的团队 他们是有 他们是有 长期的经验的耶 哦 他们是有长期经验的 就是说 奥斯林啊 国防部长奥斯林 他没有在川普政府任职 但他 但他也 但他也不是 但他也不是从 呃 从一个什么民间单位掉进来的 他也不是这样子啊 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更何况他们的作战部队也都不是这样的人啊 那 呃 CIA CIA 他们的情报的组织系统在底下的这些人 他们也没有说在呃川普时期呃 呃的时候 或者说在拜登上来的时候重新还一批人不是啊 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认为是一 我认为这里面出的一个大的问题就在于是拜登 当拜登呢 他一心的想要去撤的时候 是不是下面的人呢 就 把一些呃他不想要看到的一些的情报就过滤掉了 那这才那这才真的是最大的问题哦 当呃 美国在那边呃嘲笑或者是说怀疑批评中国大陆说 哦习近平现在呢一人独断一人决策 好 所有的决策呢 都是他自己所这个呃掌握的啊 旁边的这个意见呢 他呃 不像这过去的时候 有很多的呃高级幕僚的进呃 他太就说习近平太霸了 然后很多高级幕僚的这个呃意见呢 都进不到他的进不到他的眼眼皮底下 哦 我觉得拜登可能有更有这样的问题吧 这个是很大的风险 而且还有一个最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 从欧巴马时代他们就要撤 哦 只是没有撤 哦 然后又拖了这么多年 哦 嗯 拖了这么多年 然后到了川普的时候呢 就是要撤了 然后呢 去跟这个呃塔利班开始谈协议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把阿富汗政府排除到 排除到这个谈和平协议之外 谈这个协议之外了耶 那你这个不被不被纳入到协议去谈判的一个政府 是你扶植的 然后你还跟他说 然后你还跟他说我要撤军了 呃我对你的呃对你的安全的承诺呢 是毋庸置疑的 是非常坚定的 他们也有毋庸置疑啊 非常strong的啊 是commitment啊 那是那个是非常的坚定的 然后呢 我的大使馆不会撤 你都已经把他排除在外了 塔利班怎么会把阿富汗的政府放在眼里呢 不会嘛 而且呢 他们就发现说 塔利班这边跟阿富汗 呃在谈判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 因为呢 阿富汗呢 就是一个部落部族军阀所统治的一个国家 那我跟你中央政府扯来扯去 没有什么样的结果 美国在背后也也没有谈判的时候 就来个来找我塔利班谈 也没有把你拉进来 那我怎么会把你放在眼里呢 就不会啊 然后所以呢 他就是塔利班 他就觉得他跟 哎 阿富汗很大耶 然后去跟各个不同的这个部落 各个掌握各种不同的省的 的那个阿富汗的政府军团就好了 然后很快的很多人就投降了 这是不是就是跟 这是不是就是 这是不是就是过去 在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 国共内战的时候 美国干的就这个事情啊 他一方面呢 就是要把这个国民党 然后共产党抓来谈 然后不准再动了 不准再动了 然后他把这个国民党呢 看得紧紧的 那老共不管啦 老共还是继续 在这个地方上面打打听音 打打听音 一直不停的 呃去 去坚强他的这个实力 然后呢 你看在 在这种呃 等到 等到这个调停失败 开始打的时候 很多这个地方上面的 很多地方上面的 这个呃 不同的啊 国民党也是 也是很多派系嘛 什么贵系啊 什么这个系 很多这个系呃 蒋介石当时还去阻止他们 因为美国在背后的压力 阻止他们 呃进进一步的清剿 你到那个时候 你到那个时候 真的是解放军 要进来的时候 就是 就是不战啦 他就不战啦 他们就投降啦 北京那时候就是北平啦 北平那时候的状况 那时候我们还叫北平 北平那时候状况就是如此啊 而且当美国呢 那么早就已经是定下了要从阿富汗撤军 而且你想想看 他们这个情报的这个的估算都是说 就算是塔利班啊 就算是塔利班是一年半之后才会去攻进克布尔吧 这个政府军呢 还能够保留 还能够有一年半的这个时间了吧 一年半的时间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 美国就没有要支持阿富汗政府到底啊 因为他预算的最长的实现就是 好不好吧 你好歹呢 有个一年半的时间 你才会被打垮 那我这个一年半时间要干嘛 他是要做他自己的安排耶 他是要做他自己撤退的安排 他不是在支持你的这个政 不是在支持阿富汗的政府 政府啊 他不是在支持这个20年来 他花了心力去培植的这个清美政府 他没有这样的打算 那难道台湾不应该以阿富汗作为前车之鉴吗 就是民党这些人到底在讲什么啊 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啊 在这个阿富汗的 呃事情啊 就是美国呢 仓皇撤军啊 然后呢 呃阿富汗呢 现在呢 掌握了这个政权啊 虽然说我们看到呢 呃残留的就是阿富汗的这个政府军啊 跟现在这个塔利班呢 在这个激战啊 呃因为总统跑了 那副总统还在啊 然后还有这些部分的这个政府军就激战 然后躲下了一个省会啊 躲下了很靠近这个克布尔的一个省会 可是我看这个 我看全面反攻的机会是非常小的啊 然后就在这个呃 就在他们攻陷这个克布尔 就塔利班啊 就是就攻陷这个克布尔之后啊 不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批评吗 就在说这个 特别是纽约时报就是 纽约时报就是说这个美国这样做啊 呃台湾啊 印尼啊 菲律宾啊 乌克兰呢 应该要有所警惕的这一天啊 那不就是呃 就是赵康啊 什么这些呃 刚刚被蓝营 被这个民进党点名骂的这些人 就是说这个台湾要以这个 以色列呃不是阿富汗呢 为前车之鉴的时候呢 就在那一天 我稍晚的时候就看到 对不起 那个王丹 他有一个评论啊 他就说呃 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啊 台湾的民主自由啊 然后呢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太重要了 好所以呢 呃台湾现在要防的呢 就是内部的这个第五纵队 我那时候一看到王丹这样讲 我就知道说这就是 这就会是民进党的调子了啊 他的这个第五纵队呢 就讲的就是这些 跟民进党不站在一起的啊 然后呢 就是在批评政府的啊 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就认为说呢 你这个警报着美国大腿 你这样是对吗 就是凡事呢 所有呢 和这个呃 和这个民进党政府不同调的啊 或是呢 凡事呢 觉得说主张要跟中国大陆呢 两岸关系呢 要和平的啊 这种的言论呢 都叫做第五纵队 因为呢 你们呢 就是天宫 你们就是总统人 我觉得他们的调子 就会是这样 就果然如此啊 呃之后呢 不管是什么苏贞昌啦 什么的 讲的都是这样子啊 我对于王丹呢 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啦 因为呢 他在这个六四的时候啊 一位呢 在六四的时候啊 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然后呢 被 被这个呃 后来被逮捕 然后坐了牢 对于这样子的学生运动的领袖 我是佩服的 啊 因为呢 你愿意为了你的理想啊 愿意为了你的支持 为了你的坚持 然后坐牢啊 也在所不惜啊 这样的学生运动领袖呢 我是佩服的啊 但是呢 哎我说我都要对王丹 不太想讲 为什么又讲了呢 但是呢 等到呢 你离开了这个中国大陆 呃在外面呢 去看待这个台湾的这个角色 啊去看待 呃两岸关系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们就是呢 充满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啊 不切实际的 然后是属于一种 是属于一种 呃只要有这个 只要有那种力量啊 是说呃要跟这个共产党的 这个不共戴天之仇啊 然后干到底的 这样子的政权呢 你们就完全的贴贴近他啊 然后对于呢 呃其他的想要去 经营跟掌握啊 两岸关系的这个主导性 就是要掌握在我们手上啊 不是我们的命运呢 不是要由美国来决定的 这样子的这种声音呢 就踏法啊 就把它当作呢 是内部的 内部的第五纵队 内部的分裂的这个因子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操作手法 太低 太水准太差了啊 太低劣了 可是偏偏呢 就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呃 在被民进党教育下呢 啊然后呢 被民进党的那种 很虚幻的 很虚幻的那种的呃 的想法呢 所建构起来的一群人 就很相信这一套 就很相信这一套 就是他们就非常的相信说 呃今天呢 不管呢 不管怎么样 好 呃我我蔡英文呢 我从民进党开始 然后到蔡英文 不管我怎么做 好 我只要呢 我只要 好 不去呢 搞台独 好不去真的呢 去公投制限的话呢 呃美国呢 就会保护台湾到底 然后到大陆现在呢 大陆现在呢 在外面呢 有再多的挑衅的行动啊 然后呢 对于呃 台湾不管是军机怎么来啦 或怎么样什么的 这些东西 他都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呢 他怕美国 然后呢 大陆呢 如果轻举妄动的话呢 美国会保护台湾 这是很愚蠢的事情嘛 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事情 我们看香港的例子就知道了 好 香港的这些民主派的人士 多相信 多相信美国 觉得说 当他们在弄这个反送中的时候 他们呢 呃只要呢 去奔走 好 然后呢 借助 借助这个美国 借助欧盟 借助这些英国的力量 给美国 呃给中国大陆呢 施加压力 施加无比的这个压力啊 呃不管是制裁也好 各种各样的手段也好 中国大陆呢 就会让步 就没有嘛 中国大陆他没有让步嘛 而且特别是说 在香港呢 他已经就是 他已经就是 你你就回归啦 你就是属 你就是回归啦 你这 你是当初是一个被租借的 这是你一个被租借的 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一个条约 给了这个英国政府 你这就是回归啦 你97年就回归了 然后澳门就98 1988 1998年你就回归了 9798这样回归 那 对不起澳门是99 然后呢 就是 他就已经是回归的 这个情形之下 那你 等到他 等到大陆了 祭出了国安法 然后呢 你再施加他所有的制裁 有用吗 没有用啊 一点用都没有的 一点用都没有的 美国对台湾也会是这样的 更何况 更何况 美国 他的话呢 其实是越讲越大白话的 他从来没有 他们从来没有就是 要 要回到过去 这个台湾跟美国建交之前的时候 有什么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啦 第七舰队啊什么的 都没有啊 因为我们在断交的情之下 这东西就没有啊 就不可能有啊 而且美国有多可信 就是美国有多可信 美国本来就是不可信的啊 这个在1979年1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这个美国建交 然后在12月通知 12月通知这个奖金国 之前的时候有告诉我们吗 有告诉我们任何的讯息吗 没有耶 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讯息耶 谈判所有的在进行之中的时候 他有定期的来告诉我们的 这个驻美大使进度吗 没有耶 奖金国是半夜 接到了电话啊 接到了宋楚瑜啊 接到了我们外长的 外长的电话 因为这个美国驻台大使啊 美国驻那当时是要驻华了 美国驻华大使 他们是美国的政府 训令他们啊 然后呢 要来去通知这个奖金国 本来要本来要 还要到还要再严格 再到第二天早上 但是他们就争取那个时间 就是我们我们这方面啊 我们的外长 我们的争取这些时间 让他在让他这个 因为我们得知讯息了 我们得知讯息了 去逼问美国啊 美国呢 才告诉我们这个实话 然后就半夜去告诉奖金国耶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说断就断耶 那个第七舰队说走就走耶 这美国可信吗 美国当然不可信啊 这不是一个很可笑 这不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假设吗 那所有的 然后你那个时候 美丽岛 然后之后就发生这个美丽岛事件嘛 之后才发生这个美丽岛事件 然后我们就延后这个选举 如果说要说内乱的话 那个时候不就是 那个时候就更不应 就不应该有施明德他们这些人 去弄 去弄这个美丽岛事件啊 他就不应该有这个 那个才叫做内乱啊 现在这些批评叫什么内乱啊 刘世芳这些人脑残啊 什么啊 那讲了一个不同的声音 就叫做内乱啊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王丹 他在说什么啊 这些有不同的声音 就叫做第五纵队啊 跟你的立场不一样 就叫做第五纵队啊 你在这个大陆 你所要求的 你当时你们六四去运动的 你们六四的 在天安门上集结 你们要的是什么 你们要的难道是 难道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吗 是党中央吗 你们要拥护他们的这个领导吗 你们还不是在表达不同的意见 你们那个才叫做 你们那个才叫做 你们那个才叫做内乱吧 你们那个就 就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定义来讲 才叫内乱吧 台湾这种评论算什么内乱啊 真的是莫名其妙 然后我觉得现在对于台湾来讲 我们最该担心的其实就是 因为现在呢 阿富汗的局势 他残留下来的问题 如何的让他平稳的 如何让他平稳的对待 和平的对待 移留在阿富汗的这些 我们刚才提到的啊 不管是想要离开阿富汗的曾经为 阿富汗政府和外国政府服务的 这阿富汗人 以及在当地的啊 美国人也好 英国人也好 德国人也好 whatever 这些人要如何的让他们来离开啊 那这个呢是需要呢 要协商的啊 这个时候呢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啊 特别是中国大陆 昨天这个布林肯 他分别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外长这个通电话啊 就是希望能够有序的来转移 那今天呢最新的消息呢是说 嗯 他们要开G7的视讯峰会 开G7没有用啦 最重要的呢 就是还是要呢 我觉得要回到伊核协议的那个架构 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一个德国 好好的谈 如何的来处理后续的这个问题 当中国大陆的角色变重要的时候 台湾就真的应该要小心了 这才是台湾呢 切切实实需要注意的地方